那麼在這邊原件庫已經有打開了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其實你要完成剛剛那個動作的話 你先想看看 一開始 有沒有先停住 我已經先停住了有沒有 那麼當我滑過去的時候 我就跳到哪一格 有點像我們昨天做生日禮物那種感覺 我滑過去就跳到某一格去 移開 就回到第一格 OK嗎 我們原本做的就是按下去on release 可是這個有沒有不一樣 我沒有按我只要滑過去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事件 roll over 那麼滑出來叫roll out 有沒有滑進去有一個 滑出來又有一個 好那另外你會發現他有做一件事情 我滑進去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做什麼事情 把上面這個有沒有到這裡 換成另外一張而且有 白色變成變出來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先來把按鈕做一下 你看你有發現 按鈕滑過去的時候會變另外一張 有齁 所以這個是什麼 滑入有做變化 滑入有做變化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右手邊 好像按鈕都有準備好了 我看一下喔 糟糕這樣有準備好不行 你要自己做一個齁 我沒有把這個拿掉 你從插入這邊新生元件 好比如說這叫按鈕1 你可以用1234也沒關係 按鈕第一個 好第一個我就放你來找一下齁 這個是不是正常的 對不對 那你找看看齁 按鈕1 好我先把它丟進來 哇糟糕這個很大張 那這邊沒有小張貨就從這邊 可是你這樣有沒有發現 這樣沒有辦法縮放到 怎麼辦 沒有關係 以拉吹的我們有沒有用過一個變形的那個面板 這裡也有 你看喔 視窗裡面有一個叫變形 有看到了 好 在下面 如果你要等比例這個勾起來 我現在就大概百分之十應該就夠了 十或二十啦齁 你這樣是比較容易 不然你要去找那外面那個邊邊很難 好請你先來試一個齁 來我畫面先還給你 來 現在這樣子沒有錯進來了 可是你看我的 你有發現我按鈕應該是一開始比較暗 進去之後才變亮 有沒有 進去之後才變亮 所以我現在這一個 是不是比較亮的那一個 那你想看以前我們做 應該說我們現在做到現在都是 新增元件的方式 是不是都從插入裡面新增元件 那麼現在我們來做另外一個 就是說如果它是一般的 像這個是點陣圖對不對 能不能轉換成元件 也可以 我們講過嘛 這種是含著金湯紙出生的那一種 嘿 這就是叫臭頭紅毛君 哈哈哈哈 乞丐也會變皇帝啊 嘿 那這個零實驗員 OK 我也可以把它轉換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變成元件之後 有一個好處 我們有沒有一個alpha可以用 有一個那個 顏色的 對對對 有一個顏色的屬性還記得嗎 那所以說我把它轉換一下 我把它點到它 我就不用插入了 我都要修改 有沒有叫轉換成元件 也就是說這個 我要它有元件的屬性可以 我把它轉換一下 把它轉換成元件 那因為這個我不要做動畫 我只要變圖像就可以了 當然你說你一定要變影片 那我也不反對啦 反正 就是不是變按鈕就對了 好 我就變圖像 那這個呢 我當作是1的 Graphic 這樣分得比較清楚吧 按鈕是1 然後這個是1的圖形 Graphic 好確定 好我現在已經轉換完 你有發現下面變得不一樣了 屬性這邊有沒有變不一樣 不再是圖片的喔 所以右手邊有沒有一個alpha 你如果不希望它一開始就這麼清楚 我可不可以淡一點點 可以吧 齁 你可以用這樣做 那麼滑入的時候是不是變完全清楚了 所以我在這邊要不要插入關鍵格 要 因為它跟前面不一樣 所以把 插入後點到它 把它alpha 變這樣 或者直接設為5也可以 5就是都沒有效果嘛 所以你看等於一般是這樣 滑進來有沒有變亮 這樣會的齁 好換你喔 現在我5個按鈕我都做好了 那 這個呢 待會我就放到button這個 凸層上面齁 好 我的1 2 3 4 5 1在這邊 我就丟出來 放在這裡 2當然你可以很乖的這樣丟啦 但是如果不要這樣丟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因為我們沒有用複製的 欸我丟錯了 欸我這張怎麼那麼小 這個我收放是多少 欸 2 所以像我剛剛這樣不一樣大 我就用它來複製好了齁 你可不可以按著Alt Alt不是會變複製嗎 有沒有變個加號 然後水平移動是按住Shift 按住Shift 這樣是不是可以 繼續拉 拉5個 這邊不夠放這邊 那 我剛剛是不是有收放過 所以說 我如果再丟這個進來 是不是要再收放一次 這樣不經濟 所以我們不是有用過替換嗎 嘿 所以偷懶你可以這樣齁 我剛剛不小心沒有做好嘛 哇糟糕 欸 因為我沒有縮放 好吧 算了 那還是要改啦 哎糟糕糟糕 4 這個是5 因為這個比例都是一樣 都百分之百齁 好 那個 這是133.199.8 好 原則上你就先稍微調整一下 我剛剛忘記了齁 我剛剛忘記了齁 好 那 你可以把它全部選起來 再稍微對齊一下 我們不是有一個對齊的那個面板嗎 對齊的面板 你可以從這邊找 一樣高 一樣寬 OK吧 齁 好 那我畫面就還給你齁 這裡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已經擺在裡面 可是實際上齁 我剛剛忘記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張圖啊 底圖實際很大 比我們場景還大 所以你看我先把它眼睛關掉 你有發現其實我們能夠看到的 就只有這些 真正出去只有這個白色範圍 有沒有發現 所以你的按鈕 可能還要再稍微縮小一下 你可以全部選起來一起縮小 沒關係 不讓大家一起縮 這樣OK嗎 齁 那另外 這邊剛好同學 他有提到齁 按鈕 我們現在是只有滑過去換嘛 如果你要按下去有 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到按下這邊 再來做 插入關鍵一個 插進來 那按下去 你想要讓它好像頂下去 你就可以用方向鍵 咚咚咚咚 所以我滑入的時候是這樣 按下有沒有 好像按下去那種感覺 就用方向鍵 位移一下 我們測試給各位看一下 測試影片 平常是都這樣滑過去 這沒問題 按下 有沒有 至於按鈕多大 就跟你的什麼 位移有相關的嘛 你的位移越多 那就會覺得好像按得比較下去 那你自己想的 可以嗎 那這樣好了 等一下我們就說 我滑過去的時候 我要跳到哪一個銀格 跳哪一個 那這個場景 可能再麻煩你 把按鈕稍微再縮小一下 先把下面這一張先關掉 你就可以看到 來 現在這個按鈕 這底圖有開沒有開其實都沒關係啦 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誤導你 以為那個 這版面 那麼那麼大 好 現在你看我們上面 有沒有一個那個什麼 欸 我再增加一個圖層 在按鈕的下面 增加一個圖層 來放 這個是車子的 好 那麼它只要滑過去 因為其實平常它就可以看到這一張 對不對 那麼只要滑過去從第二格 2 3 4 5 6 你看我們後面是不是有準備5格 2到6嘛 總共5個 第一個 第一個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這一張 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裡 這是第一個 滑過去 滑到第二個 滑出來又回到第一個 滑過去 第三個 這樣了解意思了 好 OK 那我先把第一個眼睛我先關掉 那我們來看車子 我的 原件庫 原件庫都我不見從這邊找 好 那它快速鍵是Ctrl加L 因為L叫什麼 Library 可以啦 L叫Library 圖書館 那麼現在從這邊你找一下 本來是要這個車子就直接丟出來就好了 但是它我們這邊有多做一個效果 就是滑過去的時候 有一個好像從什麼 白色變到完全清楚 有沒有 白色變到完全清楚 那這個你要這樣做 當然就不能直接只丟這張圖 你如果是直接這樣丟進來 好丟進來對不對 那 有沒有辦法去設那個透明度 沒有 沒有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改 一樣 丟進來之後 我可不可以再把它轉換成元件 好 或者是你就不用再轉換 因為我們剛剛也沒有轉換過 我們剛剛也沒有轉換過一次了 這個能不能重複利用 可以啊 你也不一定說一定要丟出來 就直接轉 我就拿有用過的 我丟出來 這個大小可以放大沒關係吧 對不對 反正 因為它本來就大張的 除非說你準備是小張的 那當然你就要再做大張的 再做一次 好 我現在這個 假設這樣 好 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圖像 圖像 那就可以拿來用 可是 你在這邊 只有一個影格 能不能做動畫 只有一個影格沒辦法做動畫 所以怎麼辦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子 就不好用囉 所以我從這邊 我新增一個誰 影片片段 影片片段 這個是 那個 比如說 車子一的 的影片片段 我用一個M代表 車子一的影片片段 那麼 裡面呢 我要有剛剛那個效果 我是把 車子一的 這個 我先丟出來 車子一的這個丟進來 我是丟圖像這個 因為我待會才能夠做動畫 做動畫 那 放大縮小 你可以在這邊決定 或者在外面再來做就好了 好 我先不做 我先在這裡面 好 在裡面 再插入關鍵影格 好了 那麼 這個 我就要產生普遍動畫囉 它是不是有外框的 所以要移動 好 那麼你看前面 前面 要怎麼樣讓它變白色 欸 透明會看到後面喔 其實這裡有一個叫 另外一個亮度或色調都可以啦 好 如果你用亮度的話 亮度 調到百分百 有沒有變白色 最亮啊 最亮就白色而已啊 在電腦裡面最亮就白色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這樣 嗯 有沒有這樣出來 這樣了解意思了齁 所以等於我是不是 先把這個影片片段先做好 做好了 那我待會再拿到外面來用 不過你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滑過去之後 那個影片會亂播幾次 我滑過去也沒有一直不斷的播 沒有 所以要著作一件事 在最後一格 要不要停 要停 所以我們在這邊增加一個關鍵影格 Action 然後來後面這裡 插入 因為我這樣後面要停喔 不是在前面要停喔 插入關鍵影格 在這邊 是不是要做一個STOP的動作 欸 你幫我在這邊先停住 喔 停住 那麼待會這一段 它就只播一次 因為你不要忘記 影片片段上有一個特性 會不斷的循環播放 如果你要它停 請你在最後一格 加上一個停止 唉 了解 我再做一次 你再看看齁 我在這邊 你可以先不用動 直接先插入關 新增元件 這個是車子的第二個 影片片段 好 我按確定 那麼我要借用第二張車子的圖 你就找剛剛轉換過那圖像的 圖像的 或者你想要用這個再轉換也可以 只是因為這裡我們用過的 好 我把它丟進來 好 在中間齁 就把它剪下在中央貼上 好 那我到後面 按右鍵 插入關鍵格 前面這一格 點到它 是不是它要用亮度 變成百分之百 這樣跟後面就不一樣了 中間再把補件動畫補起來 好了之後 增加一個Action的圖層 現在呢 在最後一格 請你先插入一個關鍵影格 好 來這邊做一個停止的動作 那這樣 這個影片片段 它就會播一次就停止 等到你五格都做好之後 我才會拿到外面來 因為我只要一格而已 有沒有 第二個 車子 插入關鍵影格 我把M的那個 CAR 這個 我就丟到這邊來 把它做一個放大 假設我放這樣就好了 可以嗎 好 那麼 到這一格 按右鍵 插入關鍵格 可是它要點到它 是不是要換人 換成第二台 確定 不用啊 應該不用 大小已經調過 應該不用再調 好 這樣OK嗎 就是說 看起來 我們雖然只看到第一個影格 對不對 都是白色的 但是這樣裡面車子是不同人 裡面車子是不一樣的人 有沒有 這是2 前面這一格是1 這樣 可以了齁 來